梅的姐夫说了,说如果逮捕普京,德国逮捕普京,那就是对俄国宣战,所有武器都飞向德国 还有一个国家也宣布逮捕普京,那个国家是巴西还是哪个国家 这不是混账话吗,比如说这个二战的时候要逮捕希特勒 那是说要把所有的德国人全抓去了吗,当然不是,冤有头,菜有主 严厉是要逮捕普京,为什么要全俄国人要跟你战斗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吗,是吧,你跟俄国人其他人没关系吗 搞不好人家还都欢迎你逮捕了,是吧,他们还逮不了,他们也想逮捕 甚至他们想逮捕的那个意念,比你德国人,比你乌克兰人,比你这个海牙法庭 你可能,刑事法庭可能还渴望,还迫切,你凭什么带人整个的俄国跟人去决斗啊 人家找你,大酒闷着,这个臭不要脸的,是你有问题,是吧,你跟俄国人没有问题 什么对俄选择,你凭什么你把你整个的俄国人都捆绑在你们的利益上 当了你们的认知啊,俄国人呢 臭不要脸的